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长相思开通角色号。 杨子新剧照很养眼,谈剑刺银发令人惊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杨子都保持着一年上一部作品的更新频率。 而且他主演的作品大都在暑期档上线,这一点从相密到亲爱的热爱的再到沉香如谢的上线时间就能看出。 今年杨子最让人期待的待播剧就是长相思,之前网传这部作品已经送审,不出意外应该会在暑期档和大家见面。 毕竟长相思这部作品从开拍就人气不低,杨子更是原著作者兼编剧《童华亲典的女主》,配角阵容也是演技派与实力派并存。 自从长相思以来,杨子的体态就维持在了一个又瘦又薄的状态。 在现代剧《199爱》中的都市造型给人感觉格外优雅,红毯造型也在可爱和优雅之间无缝切换,完美演绎了身为《九十花》顶流的底气。 不知不觉,《距离长相思》这部作品正式开机已经过去一年,虽然作品目前还没有官宣拿到发行许可证的消息,但从剧方在社交平台上的动态来看,宋审流程应该走得非常顺利。 剧方还在社交平台上顺势官宣了剧中角色在社交平台上开通账号的好消息,并附上了一大波角色美照,简直不要太养眼。 这波新造型照中最抢眼的还是杨子饰演的女主,不仅有王姬小妖身穿紫色古装的气质美人,额尖一点花店更让人怦然心动。 还有穿着小道士男装的衣者文小六,笑容灿烂玄壶济世,演出了两个马甲身份和性格上的反差,已经让人开始期待剧中小妖的绝美哭戏来。 长相思中有四位男性角色都和杨子饰演的小妖友情感纠葛,同华笔下的角色将雄静玩到了极致,但完全没有玛丽苏大女主的光环。 就像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饰演的女主若曦,就是一个悲情角色,小妖的幸运之处在于哪怕前半生颠沛流离,最后也和屠山景隐居室外,共度余生。 张婉义饰演的《枪玄》是剧版《长相思的男主》,她和小妖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依赖的亲情,注定要成为宣元王的枪玄,注定不能为一个人平下脚步。 她在剧中的CP是戴露娃饰演的阿念,虽然两人不算一见钟情,但也在日后漫长的相处中情愤渐生。 戴露娃的角色剧照是俏丽粉衣风格,和张婉义的霸气黑金扮相还是蛮有反差感的。 邓卫在《长相思》中饰演的男二屠山景一角给人感觉温润如玉,称得上是翩翩公子绝是佳人。 但在《图山景》上线之前,估计邓卫参演的另一部作品《长月静明》要先一部和大家见面,不知道她能不能凭借这两个角色小小出圈呢? 谭剑刺在《长相思》中饰演的九头腰香柳虽然是男三,但她的人设和造型都是男主的标配,对立的身份和清冷的白衣造型乍看之下辨识极高,就连眉眼也带着些许清冷,只是这样如用折仙的角色也避免不了灿烂盛大的肖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强惨男神。 王红毅在《长相思》中饰演赤水风龙一角,她的人气虽然没有前三位高,但却是差一点和小妖就能拜天地的悲情人物。 新剧照中王红毅的状态也不错,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她在剧中的表现。 《长相思》开通角色号。 杨子新剧照很仰眼,谭剑刺银发令人惊艳。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订阅。